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這麼的激情啊 一定其來有之 因為如果今天是 違章建築的話請問 今年是民國103年是不是早就拆屋還地 是不是這樣子當然啊 拆不掉有什麼為什麼能夠拆不掉 還有它的合法是正當性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認為規矩在規劃的時候 剛剛我看到的所有的一些 不管所有的規劃數字那些東西 我不是那樣的專業人士 但是我認為 這個地方 有開發的必要 我們有反對的理由 是因為 沒有拿到合理的分配 我們也不要過多 甚至我們退二球其實我們也沒有想要一瓶換一瓶 我們也希望地主能夠獲得合理的分配 我知道很多地主在負擔那些 那些地價稅我了解 屋主這邊 已經失虧了這麼久 我們連想要把自己的 一般像我們我在51號 我們連樓下的門都沒有 旅門窗也沒有 這種房子還能住 他們還繼續住 為什麼 就是沒有能力搬走嘛 那你不能把這一次的 整個連開下去之後 把大家趕出去 然後用所謂的違建來補償 這是不合理也不公平的 所以我的訴求是希望說貴單位各單位相關單位能夠 給予 所謂的地主跟屋主合理的交代跟分配 謝謝 謝謝 楊潔先生 那我們是不是進到下一位 繼續是主要介紹綜藝表編號8 是減減 主席各位官員大家好 今天女士是我的母親 那他今天因為升級不是由我代表發言 那 我們家的住戶是 目前規劃是R04的南側 就是說 目前 1300形式 平方公尺的範圍裡面 那 因為 就 我們的而言 我們就只是需要 呃 原本的老住戶 老舊住戶可以保留我們 住家的權利 現在我們 這種老舊 住宅 我們都說 我們住在信義區的平民窟裡面 那 原本我們樓下都還可以停車 現在 假如 聯合開發之後 剛才也知道 停車根本沒有辦法停 那 那 就之前向山捷運在做的時候 延伸段 呃 護住營道在施工的時候 造成新一路六段 這麼大的嚴重的 地層洽陷 還有房屋的損失 大家可想而知 這裡的地址是如此的差 那我不知道捷運局 有何作為 花了這麼多的錢 在徵收 那徵收之後 全部的利益都是 政府拿去 那民眾拿到 只要拿到我自己原本 住戶 原本希望的住戶的權利 的坪數 這個要求 過分嗎 不過分吧 我們只要拿到自己的 原本所合理的坪數而已 那現在 這個坪數沒有了 車位也沒有了 那我不知道我們到最後 家裡可以坐在哪裡 移到台北市以外嗎 因為這個開發完之後 建章進來 你要再買到原本的坪數 是不可能的 連再買他的房子也都不可能的 我們只要求我們自己的住家 得到 合理的坪數 要不然我們沒有辦法參與此次的供勾案 謝謝 謝謝 下一位 接續是 編號 九 九之一 九之二 九之三 法明儀先生 主席 主席 各位也好 我是這個 阿聯市南側站的這個 租戶代表 法明儀 我們是七層樓的 那在這邊 我就是要特別 聲明先說 這個 市政府 應該是站 跟市民 是站在一個 雙贏的局面 去 去做一些 譬如聯合開發的 一個進行 但是剛剛聽了這個 檢影集的簡報之後 我覺得 檢影集是 毫無誠意 只會嚇唬一般的市民民眾 為什麼要說毫無誠意 因為 以剛剛我們這個 南側 阿聯市南側 這個例子 為例的話 他說 如果七樓加入的話 那七樓絕對不會 一瓶換一瓶 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似乎是 其他四樓 可以得到 一瓶換一瓶的結果 所以這當然是 因為當然是 以當時 我們在 買這個 所謂的七樓的時候 它是以更高的價值去 那顯然 對七樓住戶來講 那相對的 可能市府 跟這個民眾 回饋的就是少了 你現在房價 100萬 來講的話 基本上 假如售價是100萬的話 它建築成本的增加並不高 也就是說 它有相當大的空間 跟建商的比例 能夠做調整 說不定現在 這個 3比7 或2.5 7.5 那這樣 就這個 捷運局就有更多的籌碼 做回饋市民的一個這樣子 一個回憶 所以這樣子的話 是一個雙贏的 這個結果 所以我希望這個 捷運局 一定要玩這方面 去思考去努力 那我相信 都委會 那因為你們是在這邊做一個 審理的一個單位 那也希望 將這個市民的一些 這個新生 能夠把它做成一個 負擔藏書條件 加入在你們協議思想裡面 要捷運局去 就是說 確實依照這問題 去實施 不是說只是 提出一個報備結果 行與不行 這樣的話 對市民的這個 全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說 比7層樓的住戶來講 我們當時 剛剛有提到 它只有350%的容積獎率 那我們基本上 我們是 假如說是被納入的話 那一定要維持 這350%的容積獎率 那在 7層樓住戶來講 它的居住空間 這個面積 不會因為有任何受損 不能居住 因為憲法有保障 居住的權利的這個自由 不然說因為你們 做你們這個 剛剛講就是說 因為這個都市更新的 一個必要的條件 其實也不是 其實也不是必要條件 應該說 因為我們7層樓住戶來講 它這個是在民國80年 取得這個建造 使用執照 所以也事實上 它根本就不符合 都市更新的一個必要條件 也就是說 捷運局假如說 為了這個 監獲完整性作為這個 這個 把它納入的考量 那你就必須要以 專案的方式 啊 一定要以專案的方式 去做那個 所以剛剛我聽 就是堅決提到 這個可能 這個要用什麼 通一性 一致性的那個 事實上是有 是有一些很大疑慮的 在這個地方 居然不適合 那另外 換句話說 假如以 北側的情況去看 它有那麼多 這個這個 住戶居民 他是有這個 建屋 卻沒有土地前葬 那把它這個 不能用專案的方式去注意 顯然是對於 北側居民 是一個不公不義的 一個作為 希望市府 包括這個 都委會 包括軍事這方面 能夠 再多注意 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這邊是 我們所 比較 比較簡述的部分 那另外其他詳細的部分 會提這個 說明書 陳其書到 這個部的會去 謝謝 謝謝 法先生 好 接續是 綜藝表編號第十二的 江一平 女士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是公民記者 好奇寶寶 也是住在 這個 附近的 居民 那我是因為 對我們那個廣次博愛院的BOT案 我看到了有很多問題 我剛剛也把我的 這個 請他們影印 給大家看 那最主要呢 就是我 因為看到這個廣次博愛院 裡面有很多 不合理的地方 連帶的 我也看到了 這個 捷運 東延縣 的這個事情 那我有注意到 這個捷運 東延縣呢 他 經過了六次的 環評 才通過 那他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 這個捷運呢 就到我們這兒 大家都 很清楚這個 歷史 原來就是到我們這兒 是 環評委員 當年的環評委員 經過的 五次的 堅持 都說不可以 再蓋這個 可是在第六次的時候 他 被通過了 他的理由是什麼 是我們 地執的單位 說 好像是 中央地震局 還是哪一個單位說 現在 不是 活動斷層 現在 不是活動斷層 他的理由是什麼 他的理由是 921 以後 921 大地震的時候 這個地方沒有受到影響 因為 我們這個位置 這樣的一個情況 受到 受到這個 受到這個利益 而且 他到了這兒 不是就完了 你真的要開的話 你有本事 開到後面去 後面有南港 有南港 國宅 一大堆的人在那邊 所以你來到這裡以後 他還是要接撥車 接撥到 那個很多人的地方 很多住宅的地方 高樓的 住宅 然後呢 如果你真的有走 你就把它接到 板橋 板南縣嘛 可是沒有 他就是到了我們的 裕城公園 就停了 裕城公園到板南縣 只有 短短的兩三百公尺 他應該 把它 接過去啊 就說 我是一個 交通網啊 這我也覺得 也許OK吧 他也沒有這個功能 他就是 斷頭就到這裡 所以 我覺得我要請大家看一下 這個合理性 公益性 各方面 另外我要講這個東西是 那個 馬政府 馬總統在台北市 市長的時候蓋的 那現在看到 兩岸服貌 兩岸服貌 的問題 那 台大的 鄭秀林說 離譜到最後的防線 社福機構也鬆綁 所以我希望大家 看一下 這個問題說 馬總統在馬市長的時候 蓋 做這個東西是不是有 他的合理性 好 我的報告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聆聽 謝謝 佳娃姐 繼續是中立表編號 14的 吳水上吳里長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 姓宜憲 王東里的 致呼 大家午安 我是姓宜騎安康里 武里長 啊 我的 我的理念 今天啦 我非常坦白 向各位委員來講 白米 已經足乘換了 我論委 齁 大家 給捷運局有一點時間 這個R宿站 我們在這裡 R宿站 R3站 這個戰體啊 輪活密集 一定要開發 這個是好人兵的政策 齁 今天啊 我希望說 盡量來考量 給這些住戶 齁 錢力 比較多一點 對不對 大家今天 在開會的時候 都是說 容積獎益的問題 都比較少一點 對不對 這個用專案下去處理一下 盡量給這些 給這些民眾 有一點 那個好像說 容積獎益給他提高一下 這個是里長的看法 今天啊 今天有這個機會 和各位 長官來報告 這個 向山站 離我們那裡有